汽车圈最美的车型一定是瓦罐 那么颜值这么高的车型 目前在新能源势力里面其实不多 这部轮扎也准备在轮扎S的基础上 推出一个瓦罐车 轮扎S列装版 这台车目前有一部分网上的叠照 能看见车尾的设计 就是有点类似于未来的ET5 整车的尺寸方面也是相当 那么这台车其他配置方面 我个人觉得还是能参考到轮扎S的影子 预计会推出增程版 有一个1.5升的增程器和一个170千瓦的单电机组成 同时存电版本可能会基于800伏的架构打造 然后电池装备的是灵德时代的神型电池 这个电池包如果存电的话 续航可能会突破600公里 CLTC状态下的增程可能会做到314公里 这些信息可以从轮扎的新车上面去寻找到一定的终界 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台车的价格 目前额扎S的市场销量其实表现得非常的一般 价格虽然已经来到了15万起 还有一丁优惠 但起量一个月也就在1000台左右 如果额扎S列装版 永总给我们个机会 让我们的轿铝铜价 旅行销定一个轿车的价格 也许这台的销量还能往上涨一涨 你看看隔壁ET5价格上去了 也没多少买对吧 看的时候大家都说喜欢 我喜欢我想要买的时候钱包很现实 没有那么多的子弹 买不了这么美的轿扎 所以额扎S列装版 给所有老百姓一个机会 14.99万起买额扎S旅行版 永总你说行吗